在《金光明经》悬议里面 再具体给我们讲 法身德 法就是鬼法 鬼是指鬼道 像您开车 有马路 那我们做人呢 也有人道啊 人道的标准是什么呢 儒家所讲的物常 仁义理智性 佛法所讲的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语 还有不喝酒 佛法讲的就更加高深了 我们这个鬼道要一寻什么 界定会生寻 这是总纲领 总原则总方向 因此这些大圣菩萨 他们所修的 所走的路 是三学六度 三福六合十大愿望 作为念佛人 一定要遵守这五个科目 一定要把这个鬼法 牢牢抓住 这一生永远不变更 恭喜您 您就可以这辈子 升到基督师节 您到那边呢 可以正得法身 正得般若 正得泄脱 下面再解释法身 为诸佛有鬼法而得成佛 故名法身 所以古佛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佛呢 经佛 未来佛 为什么能够成佛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些鬼法 鬼道 鬼道 解法 今天我们所依循的这个鬼道 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辟的 我们只要做到 信愿持民 保证您这辈子 保证您这辈子 生到极乐世界 想把这句佛号念好 无量寿经一定要深入 这个注解要深入 还有这个波经机 一定要常常听 不能够简断 此之法身 在诸佛不争 在众生不谨 众生弥知 而成颠倒 诸佛勿之 而得自在 其实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呀 就本质上来说 我们有没有差异呢 没有 可是我们又觉得很大的差异呀 是不是 佛告诉我们 在于彼此迷雾不同 佛已经雾了 绝了 我们呢 还在迷呀 还在搞颠倒 而这里给我们解释嘛 什么是法身呢 这个法身没有生命 其实当我们以后成佛了 我们这个法身 跟佛的法身相比如何 绝对不会比他少 他也不会比我们多一些 但是圆满的相同 只是我们现在迷了 迷了就成为 祸 就成为烦恼 有迷惑 有烦恼 就叫做颠倒 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 自己将来呢 要受这个苦苦 所以佛家说三个字嘛 货业苦 说的多一点 起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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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起这个货业 这是迷惑天道 起货 造业 受报 这是六道众生 天天做的事情 这就造就了 六道轮回 循环不止啊 这都是讲我们的 真的人啊 太可怜了 而诸佛物知 诸佛如来 民心见性 大彻大悟 他们知道了 一些现象都是假的 他们呢 不会再分别 不再执着 也不会有起心动力 迷雾虽疏 体性横一 体是说的本体 性是说的真心 真心 真心是一 不是二 句竹 常乐我尽 这叫做法身德 所以法身里面呢 有常 常就是他没有生命现象 可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当中 没有生命现象 我们找不到 六道里面找不到 只有相似的 什么是相似的呢 当您生到这个色解天 无色解天 他这个生命现象好像没有了 其实他有没有了 还是有 只是他怎么样呢 他入定了 一旦他出定了 还是会有这个生命现象 而且他那个定啊 时间长不长了 都不长 所以呢 我们自己要修学佛法 要让自己常常都在圣身禅定当中 这是讲到法身德 我们开心网络化